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听友们 大家早上好 大家都准备好聆听今天的信息吗? 赞美主 是话语的时候 现实的时候 今天是6月5日 星期一 而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想与大家分享的信息题为 从爱的信息开始 我们的开篇禁文来自于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因为神爱世界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烦得永生 Hallelujah!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在传讲福音时 一些基督徒主要专注在罪的主题上 强调人们需要悔改自己的罪 悔改的信息对犹太人来说是恰当的 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 对他们的要求是 当他们犯了罪时 要转离罪 归向神 然而非犹太人 也就是外邦人 没有什么可转离的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律法之下 律法本身就是对他们的定罪 圣经说 没有律法之前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就不算为罪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三节 但是 圣经说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 这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如果外邦人没有违背律法 因为律法不是给他们的 那么 他们的罪在哪里呢 我们在《创世纪》中了解到 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时 他们是在圣洁之神的同在中 他们活在神的荣耀中 但当亚当犯罪 得罪了神时 他们就以那荣耀隔绝了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 因业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了罪人 照样 因业人的顺从 众人也被称义了 因业人的过烦 众人就亏缺了荣耀 但现在 在基督里 荣耀得到了回复 基督在你里面 成了荣耀的盼望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 哈利路亚 这就是为什么 你对福音的切入点 不应该从罪的问题开始 相反 应该从爱的信息开始 这是关键 耶稣在我们的开篇经文中 就是这样说的 爱是他的动机 请记住 在那节经文中 他一点都没有提到罪 这就是基督的福音 这是一个爱的信息 也是一个生命的信息 神的生命和本性 就是他的死 埋葬 和复活 所带给每一个相信之人的礼物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爱 当全世界 许多人听到 并接受耶稣基督的真正福音 并接受 由此而带来的义的礼物时 你的爱得到了表达 结实并被接受 今天 他们尽力着你坚定 永恒的爱 你恩典的荣耀 在耶稣的名里 Amen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 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您在学习期间 参考并默想这些经文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AMPC版 哥林多侯书第五章第十九至二十一节 荣耀归于神 蒙福的家人们 记住 每当你与他人传播神爱的信息时 你是以耶稣对他们的爱的态度来分享 你所看见的并不是他们的外在表现或行为 而是当他们有这个神圣的机会 灵受永恒的生命时 神的道会尖尖的使他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Hallelujah 奉主耶稣的名 神赢得灵魂的恩典 越来越多的加给你们 Amen Hallelujah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袖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志 活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